A1,其实后面这个地方是一样的 差别只是在前面加一个工作友名称 工作友名称 为什么要减一呢 其实减一是因为 我们上面一定都会多一列 就是所谓的标题列 标题列要把它扣掉 这样的话我全部抄过去 就完成,我们来试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资料我先把它删除 但这地方有点难度 不过原理原则大概 大概跟刚刚是类似的 差别只是说把中间录制的这一段 我是把它写 写成VBA的,不是用录制的 OK,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切到第一季 那再来的话 S等于1 到 那这个地方不需要切 现在呢 他会去 抓第一个 第一个工作表 然后呢 我现在这个地方也都告诉他说我要去抓的是第1个工作表里面的 这个列跟蓝 那我就抓到第1个工作表的列跟蓝 然后呢把它抄过来 抄过来的话也是第1个工作表里面的所有的sale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这个地方的话呢 那这样的话 那这样的话 有没有发现 我现在邮标完全没有切过去 但是呢 他可以怎么样呢 帮我把第1个工作表里面的值全部都抄过来了 啊 有没有 他是第1个工作表 那一样的方式的话 在这个地方 我要知道说他总共 第1个工作表总共有几列 那我可以把它得到 这个地方有个r 他 得到是30 也就是说 第1个工作表总共会有31列 但是我要扣掉什么呢 标题 因为我不需要 OK 然后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我可以把第1月全部抄完了 OK 然后呢 2月份也全部抄完了 放在这里 3月份也全部抄完 那这样的话全部资料呢 就通通带过来了 OK 大概原理原则是这样 那比较会有问题的应该就是说 在这个外面再增加一个 回圈 取得 那个某个工作表 里面 的列数在减一 OK 那最后的话呢 这个最后还可以变化一个 就是说 可是 刚刚有提过 日期部分 它是超过还是编号 可是我日期的部分呢 我如果 超过来不要是编号 而要是月份的话 那在这个程式里面呢 该如何做变化 OK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那这个程式嘛 稍微复杂一些些 所以 我已经先帮各位把它 贴到 云端上面的 我刚刚的这一段 就在这里 所以你没有把握的话 我看你干脆 直接 Ctrl C Ctrl V run 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